最高困難度的一個標準 就五顆星 因為當時之前都沒有經歷過這樣角色的戲 一個通常偶像劇很少會有那種 就是你要演一個很沒有自信心 或者要演很自卑甚至很無奈 或甚至有很多壓抑的角色 我覺得是在偶像劇比較少有 所以當時在面對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認為它是難度最高的 然後也是一個很好的嘗試跟挑戰 但就像我說的 我覺得要感謝整個製作單位跟所有好的演員 每一個人都在現場 我覺得宛如是真實地呈現在你面前 你跟他聊個天講個話 很快的你就會在那個角色裡面 所以後來看到今天的一些片花跟播出 我都覺得其實還蠻值得回味當時的那時候 在每個演員在錄戲在對戲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其實演了好戲之後啊 大家其實感受會非常的深刻喔 你又偷笑了 好沒關係 來看一下國藝啦 要請問一下國藝 其實從入行以來這麼多年喔 那這一部戲給你深刻的體驗 我相信對你未來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你的感想是什麼跟大家來分享 我覺得我拍這一部戲學到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叫做珍惜 對 因為在那個年代 大家順著那個時代的洪流在走 是根本沒有那個資格可以講夢想這兩個字 現在我們大家不是都 欸我夢想也要做什麼 有夢最美趕快去實現 在那個年代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對你只能被殖民的時候受得人家殖民統治 殖民統治你也只能往那條路前進 那到後來換了一個新的政府以後 大家也是這樣子隨遇而安 根本沒有辦法有自己有 我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成為什麼 這在那個年代是受限制的 而且再包括在那個年代 很多人事跟物 隨時都有可能改變跟消失 那是一個混亂不安定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我經歷過了這一部戲 經歷過了這一個經驗 回來以後對於身邊的人 跟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變得更更堅定 更認真的去面對每一件我在做的事情這樣 聽到國藝還有每一位主要演員 大家的分享感想 大家是不是更是感同身受呢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現實生活當中的 理所當然就是一種難得的幸福 那這麼好的片子一定要趕快跟大家說 什麼時候看得到啦 我們請仔仔告訴我們啦 在旁邊有準備的看白 欸 他忘記了 好 沒關係 大家給他機會 宣傳活動搶先看 仔仔先說一下吧 好 宣傳嘛 在Gini 請念 2月18號 常常都推給Gini Gini 好辛苦 2月18號星期一的2點到3點30分有那個媒體事編會嘛 欸 就是昨天 其實在19號的時候 我們待會呢 其實就要專訪完畢之後啊 直接8點鐘就要上檔了 我應該先講校園試騙會對不對 對 除了待會啦 我們再跟他POMO一下 待會8點鐘就要上檔之外 還有校園試騙會 北中南都有 Gini 請說 2月25號12點半 你不要再偷笑了 到2點是在台北淡江大學 然後2月25號的5點半到7點是在 桃園的鎮昇高中 對不對 不是不是 桃園鎮昇高中沒有錯 然後2月26號的3點 這樣好多了 3點到4點半是台中建營大學 2月26的6點到7點半 台中的逢甲大學 27號是4點半到6點 在高雄的中山大學 好 非常謝謝Gini 還有呢 仔仔的通力合作 雖然主要是Gini出力最多了 還是感謝你哦 問大家說我們宣傳活動 接下來還會深入校園 你都會親自看到主要演員來到現場 不過剛剛也回到說 1945年到1949年啦 人人想回家 但多數人都沒有辦法回家的年代 就在待會8點鐘看到 伊甸室綜合台回家 你一路大戲即將要上檔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要透過時光隧道 歷史的隧道 帶你看看那個年代 不為人知的故事 感謝您今天加入我們的行列 晚安再會囉 掰掰 跟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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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愛的 OK嗎 謝謝 謝謝 我們來看 我們分享 來我們下一個 nood